請你們來做一個說明,你們就上台,但如果沒有委員,請你們來做一個說明,你們想要表達,你還是可以跟我打個招呼,好嗎?謝謝 感謝主席 所以,排這個,順便釐清,可是他們的會非常的不尊重我們委員會,我覺得感到非常失望,因為紅石會過去的紀錄已經是很不良了,所以呢,我們應該要查核更加的嚴謹,紅石會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個團體,一般民眾也相信說,這個團體跟世界的這個紅石會是一樣的,大家都非常 非常非常的相信,幾十的震災,捐了多少億,加起來大概有好幾十億,可是呢,現在,比如說在九十七年以前呢,內政部,我們請內政部次長好不好 來,有請次長 是,委員好 市長好 九十七年以前,內政部有一筆補助紅石智慧的款項,每年都幾乎現在有這個表嘛,都是一兩千萬嘛,甚至有一年高達快要三千萬 是,用途主要是在救災齁,備災啦,還有發現,用途竟然包括提波基金,運制會刊,運動服裝齁 那這些無關的事項,內政部在九十六年去查核紅石智慧,九十一年到九十五年的補助款用途是否宜作貪用 結果發現呢,追繳的金額要三百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一十元,這筆款有沒有追回來 這筆款後來我們把它扣下來了 那個,書面資料給我好不好 有扣下來啦 有 那,紅石智慧他們最大的收入就是在做募款嘛 那這一次呢,高達十,日本震災高達十八億,他們現在才四億 那麼,這個內政部有做什麼有效的監督 我們每一個,每一個民間團體捐款到一個,一個基金會或者是公益團體,都有收據耶 那這一次呢,有沒有,還有人要求說要退款 那退款如果沒有收據的話,根據什麼東西要來退款 你們有沒有監督這個部分 那,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啊,紅石智慧的一個部分啊,他對每一筆的捐款啊,他都會上他們的一個官網公佈 那他目前啊,接著後續他在趕制手續啊,寄給當事人 那他目前現在每個禮拜五,他都會把每一筆的款陸陸續續啊,把它上載 讓我們捐款的了解,這是第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說明啊,就是剛剛委員也有垂詢,就是說他的一個募捐辦法裡頭 那其實他的募捐辦法是95年又休了,所以他95年休了之後啊,在他的一個第八條,就有提到 他募捐活動的期間,必要的開支,得與公益券募條例規定之範圍內指引 所以這一個他就回到公益券募 好,規定範圍內指引,那現在他們的報紙上在刊登的 他們的行政費用,給人家抽15% 你們同意這樣子嗎? 他們哪一個條文是這樣規定的? 因為那個是回到公益券募條例 公益券募條例裡頭,他假如說 他現在有根據公益券募條例嗎? 他這個紅十字會,他這個是一個特別法 對,所以我剛剛才跟 這個應該要修啊,對不對 我剛剛才跟委員報告 他的紅十字會法是沒有這些規定 但是他的一個募捐辦法裡頭有這樣的規定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要規範在 規範在那個公益券募條例裡頭? 因為就位階來講 有沒有必要? 就位階來講當然是條例比辦法他的位階更高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嗎?有沒有必要? 因為以目前,假如說 目前他的一個法令的話 他在募捐辦法就已經有規範 我們希望把它規範到募募條例裡頭 因為他也是一個人民團體嘛,對不對? 你對其他人民團體還要申請 申請了半天,三個月,幾個月你們才下來 核准了之後,才可以募款耶 沒有,跟委員報告,條例是規定二十一天就要核准了 可是你們沒有核准那麼快 我們都二十一天,而且緊急要七天 條例都規定得很清楚 我們都依照那規定來處理 好,那他們的那個第二十九條怎麼規定的? 你剛剛是怎麼樣講的? 你是說 紅十字會的那個券募條例 他們的那個 募捐辦法 對啊,他們二十九條是說 任何的募款經過理事會決議 或者是任何的使用情況經過理事會同意 就可以啦,是不是? 那個是紅十字會法的二十九條 對啊,對啊 那我剛剛跟委員報告說 二十九條是這樣的規範 雖然紅十字會法沒有那些的規範 但是他在辦法裡頭有做這一些的一個規範 那些的規範都是符合啊 我們公益募條例裡頭所規範的 請問部長,你也是他們的理事嗎? 是 你今年去開過幾次會? 跟委員報告 我今年 因為今年就是三月三十一那一次嘛 三月三十一那一次我請假 因為行政院在審查 有關大陸人士人民商務許可 那這一次的募款是怎麼樣?先展後做是嗎? 他這一個部分他也是回到那個募 他的一個募捐辦法 這一次他會到日本的市役四千兩百十萬 有沒有經過你們的決定? 沒有 他有提理事會 你們是怎麼樣? 有提理事會 有記錄嗎? 有 他等一下 那為什麼會訂出這個數據呢? 其他的理事可不可以回答 有去開會的上來好不好? 哪一位有去開會的? 跟委員報告 你們有去開會嗎? 你都不知道啊 這一個數據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洪惠說明一下 為什麼訂這樣的一個數據啊? 誰? 傅秘書長 是是 來可以來 請傅秘書長 主席各位委員 這個我們會訂這個一千五百萬美金第一筆的 主要原因是我們跟日本紅十字會聯繫以後 他們說在緊急救援接旦 大概需要三千萬美金 那當時我們知道美國紅十字會已經捐了一千萬美金 所以我們在緊急救援接旦最後決定說我們捐一千五百萬美金 好那有一位無名氏齁在電視上捐說要指定捐款要到福島的核電工作人員指定給他們五千萬 那這裡頭四億四千萬有沒有包含這五千萬? 這筆錢是應該沒有包括那個五千萬 沒有包括那人家指定捐款你怎麼處理? 指定捐款就依指定捐款的來辦理 你們有沒有理事會的紀錄? 辦理有沒有匯過去啦 我知道你們要辦理事實在有沒有匯過去 有沒有給福島核能電廠工作人員的這筆錢 這個狀況我們已經跟 這是指定捐款喔 這個您講的這五千萬我們已經跟日本紅十字會去聯繫了 但日本紅十字會還沒有給我們回覆 原則上我們是一定是依照這個指定捐款 這個程序要等幾年啊? 蛤?要等幾年? 這個會盡快去協調 那我們在五月 那你們你們預計這一筆十八億要等幾年才全部陸續匯出去? 我們在五月十號就會做最近這個決定 然後跟日本紅十字會洽商以後 我們就會來處理 那你們有沒有決定要抽十五十五%的行政費用? 我們的行政費 一定是按照全部條例百分之一以下 你們這樣很可怕耶 問川的時候你們也拿了十五%? 這個一拿都是一億多以上耶 原則上我們的執行業務費都是時報時銷 絕對沒有所謂的抽 你們在媒體上說 要根據日本的提出附件的計畫 你們這筆錢才要出去 是不是? 那你們紅十字會有比日本人更專業嗎? 原則上救災它有三個階段 一個是緊急復原階段 一個是重建 你們這筆錢才會出去嘛 不是 我們要跟它協調好 我們的錢 後續要怎麼樣運用在他們的計畫 之後 我們才會把這個錢揮出去 大約是在五月十號左右 那如果日本不符合你們的期待 你們要怎麼辦? 怎麼處理這個 日本 日本已經要求說 相關的夥伴國家 紅十字會在五月初的時候 到他那邊去開會 他會給我們做簡報 他會提計畫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計畫 盡快把錢 我在世界網站上看到 我們台灣的紅十字會 並沒有在國際紅十字會裡頭 他怎麼會通知你? 我們在這個國際援助方面 包括南亞 包括這次的日本震災 南亞你們也發不出去啊 被退回來啊 對不對 還有921 國際紅十字運動 他在做這個救援的時候 不要這樣亂搞啦 我跟你們講 你不要再講了齁 紅十字會齁 你們不要仗著說 這個有這些官員 當你們的理事 結果你們現在還可以 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像 沒有人敢管你們齁 只有核備跟備查 核備備查算什麼啊 內政部 你們 市長 是 你們對他們是要怎麼管的 管不了嗎 跟委員報告啦 不會管不了啦 因為 不會管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出 出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喔 可能是 跟外界溝通的一個問題 因為 現在 就紅十字會 好啦 你管得了 他們 他們也是先募款 或報備 你試費 然後呢 他們的款項要怎麼用 明細什麼 你們有沒有有沒有 你是不是可以拿出來 你如果管得了的話 這些都要向你報備 每一筆帳都要向你報備 這一些他一定要向你報備 而且在 在 在96年 我這邊有一張公文齁 你們 你們說要討回的這一張公文 你們那個時候他們也沒有一個明細給你們啊 哪一個明細 他們就是 沒有 沒有 合銷嘛 合銷程序 不 不合嘛 所以你們才在追討三百多萬嘛 對不對 啊你們在管什麼 有啊 委員講的是九十一年到九十五年嘛 對啊 那如果不是委員有提出來 你們會去 會請他去 去退會嗎 會扣款嗎 對不對 你們監督不周啦 什麼你們有監督 監督在哪裡 紅十字衛還說 這個 人民沒有教育 我看齁社會大眾齁 紅十字衛出去的這個 出來這麼多問題 真的是沒有好好教育他們 你們這些理事啊 這些 整個紅十字衛的人 你說人家說不受教育 應該去就不受教育嘛 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剛剛 我希望齁紅十字衛法齁 要監督啦 要修改 你覺得怎麼樣 不需要的話 你們委員管不了啊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他們是不是人民團體 請問是不是人民團體 那既然人民團體 就應該有規範嘛 就規到人民團體的 那個 券目券目條例那邊去管啊 可以不可以 他是這樣啦 就是說 假如公益券目 現在是有公益券目條例 那紅十字衛法 因為他有紅十字衛法 的一個部會 是啊 這個法 這個法要修了嘛 要改了嘛 你是理事啊 你是理事啊 現在 現在法要修的話 那我們要看 他修的一個方向 你可以提案啊 啊 你是可以提議啊 馬上下個會 下個開 開理事會 你們就可以提議要修法啊 否則 給社會上 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不信任感 你們還是要建立起來啊 這個我們可以廣聽各界的意見啊 那我們也可以啊 什麼各界的意見 你們的錢目過來 就是要怎麼用都是理事會來做決定 你們的三十五條 第四條 這些不是你們內部作業嗎 社會大眾怎麼監督他們 你內政部都管不了啦 社會大眾怎麼監督他們 我覺得要修法啦 讓內政部來管啦 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委員說要修法 你也不敢 這一個部分我們說我們會 這一個部分廣邀各界的意見 你是理事齁 我覺得可以提案 紅石瑞這種特別法 要修掉啦 未來要 博得社會大眾的信任齁 確實是要把它修掉啦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修 我現在理事都這麼不擔心 做什麼理事啦 好 時間到 來 陳委員 我們嚴重的 提出抗議齁 還是要修這個法 紅石智慧的特別法要修啦 理事們 在座的理事們 有聽到嗎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齁 我剛才還是有點疑問啦 那個謝忽秘書長在答呼陳委員說 說這個款項是要到日本的時候 還有日本的紅石智慧跟你們做計畫上的報告 當那個 在國際上救災的來講 啊 我是夥伴國家 紅石 對 我像我那個 台灣人 穆了反應後 我要了解日本他會做這個 他的計畫是 但是捐款人 他的期待是捐助啦 那你如果是用好像政府在補助團體的那種方式 還要他們提計畫 還要必須審核 那個是太離譜的 喂 那你們就比日本政府還更上級了啊 他們不審核 只是 只是他 他直接這個提出計畫來以後 其實我們要對我們台灣的人 工作之間 不是說 因為我們要過去 兩分七啊 他會提計畫 然後大家 來認認這個計畫 來我補充一下齁 欸我們的 會比他好嗎 嘿 那個款項是 那是善款 那個是捐款 那個不是補助計畫 經費 不是補助ân 是嗎